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次上课的标题是Caryology 这个题目非常的大 所以内容会有点多 我们以下开始课程 本次上课内容我们会分两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Dental Anatomy & Hystology 介绍非常简单的Dental Anatomy & Hystology 第二个部分就是Caryology 最主要就是针对趋势的部分 我们会讲一下什么叫Dental Cary 临床上的Dental Cary 临床的特征 还有Caryology的特性 还有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 我们怎么评估Caryology的Risk 还有要怎么适合他的治疗计划 首先我们非常简单的 来跟大家讲一下Dental Anatomy & Hystology 左边这一张图 这个位置大家都知道 这边就不再追溯 右边这一张图 它是上课的旧尺 然后从Bacolingua 也就是说夹侧面跟舌侧面切开 第一个部分 最外围这部分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法郎值 英文的话就是Enemo 我们之后一些专有名词 我们大概都会用英文讲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像牙齿或是牙本质 那我们就叫做Dentine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有红红蓝蓝血管这个部分呢 它叫做Pup 也就是牙髓腔 那在Enemo的下面靠近骨头这边呢 基本上来说它会有一个小小的部分 那那个部分叫做Cementan 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5号这个位置 然后牙齿跟那个Gingiba中间呢 它基本上来说它会有那个PDL 也就是牙周韧带互相支撑这样子 然后因为各位同学你们还没有上到那个胚胎血 背带组织学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细项的那个 Anatome的部分 我们这边只是大概提一下 那详细的部分 各位同学在三年级的时候会上 然后在这边 Enemo在这边呢 它在Custip的地方呢 因为它这边会是一个生长的 就是一个扭曲的状况 然后另外在那个牙齿呢 这边也会有一条一条的 有点类似生长线这种 这个叫做蕾式线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Enemo 它是比较硬比较脆的 但是它也不是像玻璃一样 一整片都是一样的构造 那Enemo呢 它的如果把它Section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有一些微小的构造 叫做幼灵柱 那这些幼灵柱的话呢 它在显微镜下面放大 就会看到这个一个一个像 像鱼鳞或孔洞一样的这个形状 那这边都有一些HA 也就是Hgiosy Hepatite 中文翻成清零酸钙的那个结晶 然后另外来说呢 Dentine跟Enemo中间呢 它有一个非常强的结构 这个叫做DGEJ 那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病人 会发现说Enemo有裂痕 但是它没有延伸到 它没有延伸到Dentine里面 因为通常这个CEJ的这个构造呢 都会把这些力量给挡住这样子 但是那Dentine的部分呢 它有那个Dentine tubular 也就是亚本质小管 那这些亚本质小管呢 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裂缝 偷偷的越界跑进去 那个Enemo里面 然后就会像这边 然后就会像这边就会有一些 一些小小的space 然后 从Dentine穿过DGEJ里面 这样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图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DGE的 那有时候就会有这些裂缝 然后那个 穿透Dentine跟Enemo 那有时候是从Dentine往Enemo延伸 那这个通常来说都是那个 一些小小的通道 那另外来说也有外面裂的比较严重 像说不小心咬到硬的东西 然后从外面这样子 这样子 裂裂裂裂 穿过DGEJ裂进来的 这个基本上来说都是临床上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的造牙本 我们的Dentine 基本上只要这颗牙齿的牙神经没有坏 牙髓细胞没有坏 然后 它没有错过神经 没有做过根管治疗 基本上来说 你的牙齿中期一生 一辈子 都会一直制造Dentine 一直制造Dentine 一直制造Dentine 那制造Dentine 分泌Dentine的细胞 这个叫做Odochoblast 中文叫做造牙本质细胞 那这个造牙本质细胞 它基本上来说 它的本体会是在POP chamber 也就是在牙髓墙里面 然后 但是它会有非常非常长的触手 那这个触手呢 它会穿过那个 牙本质的Dentine no tuberol 牙本质小管 那长的时候 甚至会越过DGEJ 到达ENAMO的部分 所以那到达ENAMO的部分 它这个空腔呢 基本上它就是叫做ENAMO spindle 然后我们刚刚讲大概介绍了一下 ENAMO 再要讲Dentine 那Dentine呢 它的框化程度没有像 ENAMO那么高 它的框化程度可能差不多60%左右 那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 它有一个小孔 小径小孔 这个叫做Dentine no tuberol 也就是 造牙本质小管 那这个牙本质小管呢 就是从它的方向就是 连接ENAMO跟POP的方向 当你的 牙本质小管越靠近POP的话 它的管径就会越大 然后越靠近ENAMO的话 它的管径就会越小 所以越靠近POP的部分呢 它的那个 牙本质小管Dentine no tuberol 密度就会越高 管径就会 孔径就会越大 然后越靠近DJ的话 它的牙本质小管的密度就会越少 然后管径就会越小 那管径 对你在补以后要补牙齿 然后要补做那个Bonding 做见解的部分来说呢 POP Dentine no tuberol 这个牙本质小管的管径 基本上来说是比较不利的现象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材料跟你的Dentine 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地方 会比较稍微少一点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POP里面 如果它没有做过公感治疗 牙神经也没有坏死的话 基本上来说它会有水 里面会有Dentine no tuberol 的牙本质液 那这个牙本质液 它受到刺激 它就会流动 那流动的话 在Bonding的过程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稍微不利的因素 所以 越靠近DJ的部分呢 它Dentine的Bonding的效果会越好 那越远离 越靠近POP的部分 Dentine的Bonding的效果就会比较差一点 那我们刚刚讲的 牙本质里面有Dentine tuberol 牙本质小管 那这个牙本质小管呢 如果你的牙齿的POP 就是牙齿牙齿 像是活的 没有错过神经的 基本上来说 牙本质小管里面会有液体 这个液体叫牙本质液 Dentine fluoride 然后会在里面 随着内外的压力差 或是内外的温度差 液面会上下移动 那我们也知道说 Odontoblast 也就是造牙本质细胞 它的那个process 它的凸起呢 它会长长的 然后延伸到牙本质小管里面 那并不是只有它的process 会延伸到牙本质小管里面 有一些神经的末梢纤维 它也会缠绕在上面 所以这些末梢的神经纤维呢 也会在牙本质小管里面 那当内外的温度不一样 然后就会有一个压力差的时候呢 液体就会上下 那液体上下就会刺激到这些神经的末梢 所以呢就是病人就会觉得酸酸的不舒服 所以就是像电视上那种去敏感牙膏一样 就是吃冷的它会牙齿很酸 最主要就是依据这个原理 所以有一些抗敏感的牙膏呢 它基本上来说它有的会加Fluoride 那有的就是会加一些假的化合物 那这些particle呢 就是它们利用理论上 这些particle会阻散 Dentral tubular的开口 牙本质小管的开口 然后让它溢面呢 不会随之流动 病人这种遇到冷热会酸的情况呢 就会比较改善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repair dentine 那这个图呢 基本上来说就是repair dentine的SEM 组织染色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的dentine受到刺激 所以跟它相邻的pup呢 这个地方呢 就会产生一个repair dentine 然后就是让这个dentine加厚 然后pup自己有那种修复的功能这样子 这边是一些那个专有名词的英文解释 然后这些名词基本上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同学呢 都要记得说 诶 这个是在做什么东西 是在讲什么这样子 因为那个只要你当牙医的一天 这些名词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然后我们还是要名词解释一下 那这边先讲的话 后面大家可能会讲的时候 比较不用花时间去解释 那首先叫Primary dentine Primary dentine就是 事实上我们牙幼直 只要它没有被 做过有根管治疗 没有被抽构成心 它都一直在长 然后它在整个牙齿萌发的状态 所长出来的 这个叫Primary dentine 那通常来说Primary dentine 会什么时候长完呢 就是在牙齿萌发之后三年内长完 也就是大概是牙根结束的时候 Primary dentine长完 然后Primary dentine的特征呢 就是说它的odontal process 的process 造牙本质细胞的突起非常的完整 然后牙本质小管也非常的 有没有丝柔滑顺 然后没有一些牙本质小管内的 那个crystal结晶在里面 那它通常是硬的 那Secondary dentine呢 它基本上来说它是牙齿萌发完之后 然后它还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 也就是说中期一生是一直长下去的 那Secondary dentine它的构造呢 跟Primary dentine事实上是差不多的 那差别只是在Primary dentine是 牙齿萌发的时候长的 Secondary dentine是中期一生长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Tatured dentine 或者是Repair dentine 那Tatured dentine或者是叫做 Reactive dentine 那它基本上就是局限于受到伤害的时候长 举个例子来说 可能病人有某一颗牙齿 它可能在E 我们随便讲一个 它可能在35的MO的地方有一个charis 那这时候如果用把它这颗牙齿拔掉 然后去做切片在显微镜下面看的话 会发现说它35的mysio的部分 的那个Pub War呢 就会特别有Repair dentine长出来 或者是叫Tatured dentine长出来 所以它基本上是 它遇到一个困难或一个刺激之后呢 针对这个刺激 然后在局部长出来的 那因为它是受伤才复原的 所以它基本上来说 它的控制程度 没有Primary dentine跟Secondary dentine那么好 而且通常它的牙本值 小管是比较irregular的 不是一个丝滑柔顺的状态 这样子 那它的硬度呢 基本上来说 也没有Primary dentine的硬度那么的大 那么硬 那大家上学期都有磕过牙齿 那我们都知道说 contour的正常其实很重要 如果今天在Cervical的地方 over contour的话呢 食物虽然说会从菌菌往外面流出去 但是有一些残渣会卡在这个菌菌瓦的部分 所以刷牙也不容易刷得到 所以菌菌瓦容易发炎 那如果contour不够under contour的话呢 事实上食物就可以会直接刺激到菌菌瓦 那菌菌瓦也容易发炎 所以只有正常的contour 正确的contour 它才能够顺着牙齿的外形 然后顺着菌菌瓦的方向去前进这样子 所以它能够就是说保有适当的刺激性 那相对来说又可以保护周围的牙齦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这学期在补Cervical的地方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contour的那个位置 还有contour的那个大小 是不是正确的大小 好那接着我们来进入正题 我们今天的Careology 那我这一部分呢 我们大概分几个章节 第一个就是解释一下Dental Keres 然后为什么会有Dental Keres 它怎么来的 那它在口腔里面的状况分布是怎么样的 然后还有我们嘴巴里面 有什么这样的机制呢 可以就是预防Keres的产生 然后首先要讲一下什么叫Dental Keres 基本上来说它就是细菌所引起的 那细菌呢基本上来说它可不可以预防 它可以预防 它是很快的 它是急性还是慢性的 它是慢性的 那它并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东西明天就会蛀牙 基本上没有那么可怕 然后它基本上来说你要进行蛀牙是要一个缓慢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就是用Biofin作为戒指 那它会跟什么有关系 它会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 如果你吃的东西每天都是喝蒸奶 然后半糖或七分糖这样子 然后每天一杯你的牙齿就很容易会蛀掉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非常节制的人 然后你每天吃就是吃鸡胸肉沙拉 然后那你蛀牙的几率就会比较小一点 那是不是只是因为吃甜的就会蛀 并不是 它是一个很多因素的 它因素会有多复杂的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张词来说明 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蛀牙呢 最主要来说是因为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做Oroflora 然后也叫做Biofin 那中文叫做牙菌斑 因为我们的牙齿上 我们的嘴巴里面存在一个Oroflora这个东西 那Oroflora里面有什么 有细菌 那这个细菌呢 它就会发酵一些我们的碳水化合物 那发酵这些碳水化合物它就会产生酸 那这些酸如果没有刷掉的话呢 它就会酸死牙齿的表面 然后就会久了之后就会有洞 所以基本上来说这就是Dental Keris的由来 那Dental Keris这个图已经非常复杂了 那事实上Dental Keris会是更复杂的 那这个图也是有一些学者认为说 这个已经是很旧的图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讲一下 那Dental Keris要几个因素 第一个素竹 这个素竹必须嘴巴里面有碳水化合物 然后有Biofin 那第二个 你的Biofin呢 你嘴巴里面的细菌 嘴巴里面细菌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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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 那这些细菌基本上来说 就是要是可以制取齿的 就是它会助牙的细菌 不是今天随便一个细菌 它都会让你助牙并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素竹必须要吃东西 所以要有可以发酵的碳水化合物 然后进行让这些Biofin进行代谢 那这些Biofin进行代谢之后呢 你还要时间够久 让它产生足够的酸 然后足够时间去侵蚀牙齿 才会有个Karis 那其他就除了这四个 事实上我们还有看到两个外的圈圈 那这些外的圈圈包括什么 第一个牙齿的形状 你排得很整齐的牙齿 比较不容易住 因为比较好清 排得不整齐牙齿一定比较容易住 然后有一些病人口水比较少 他也会比较容易住 然后是不是停水加佛有没有好好刷牙 有没有牙线 基本上这个也是会住的 然后有的人是体质 像我们家的体质就是大家会容易住牙的体质 有的人家里面体质就是容易亚洲病的体质 那除了这些都是比较针对个个人 那事实上在整个社会来说呢 基本上也是population 是一个population 举个例子来说 美国基本上来说 他们看牙科不见得有像台湾这样子 有全民健保 所以事实上来说 他们有一些没办法cover健保的病人 没办法看牙医的病人 其实还不在少数 那是通常来说 这一类病人都是那个社经地位可能没那么好的人 然后 对他来说 举个例子像说小孩子来说 小孩子下课肚子饿就回家 那但是他因为他可能爸爸妈妈在忙 要忙着工作 没办法给他吃东西 没办法做一些比较营养的东西给他吃 或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碳水化合物的东西给他吃 他可能肚子饿了 他就吃饼干吃糖果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他就很容易蛀牙 所以就是说 事实上在一些比较资本主义的国家 社经地位其实是一个 会造成比较容易蛀牙的状况 但是这个是一个population 这不是一个人 并不是说社经地位不好的人 他就很会蛀牙 不是这样子 这只是一个population的状态 还有就是说 如果当一个人的他的地位教育 教育程度比较好 然后他的life style比较健康 他就比较知道 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健康 就会比较注意在刷牙的部分 但年纪越大的话 基本上来说 就是有的人 他可能刷牙刷比较比较那么干净 比较容易蛀牙 所以他事实上整个实际的情况 会比这个复杂非常强 然后我们先不要管population的事情 我们先从牙齿的level来看 那事实上来说的话 从牙齿的level呢 他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什么 局部的demurization 局部的去框化 那去框化久了之后呢 他就有抗 就是有洞 那有洞的话呢 基本上牙齿的组织就会被丧失掉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caris的菱 我们刚刚有讲 caris会跟biofene 会跟你的牙菌斑有关系 那最主要就是biofene里面的细菌 分解碳水化合物来获取能量 因为它要活下去 而且产生有基酸 那这些有基酸就会沾进口中团天的ph值 当ph值小于5.5的话 enamal就开始脱盖 如果ph值小于6.2的话 直接暴露在牙口中的dentit 就会开始脱盖 然后就会造成牙齿表面的钙离子 跟那个磷酸跟离子 被溶解到biofene里面 然后牙齿就是脱盖 脱盖久了就会有洞 有洞就会有蛀芽 那如果今天病人可能用寒佛 寒佛牙膏或者是把它刷得很好 或者是改变他的饮食的习惯 ph5.5可以再光化 那另外我们口水里面有钙跟磷酸梗的离子 也可以帮助它矿化 那我们的嘴巴里面就是remuris 跟demuris 每天在那边 常常在那边抗争 那它包括很多因素 包括你牙菌斑里面的细菌的种类和数量 像饮食 你有没有刷干净 基因你的牙齿形态 有没有用浮化物 或者是用寒佛牙膏 然后是不是有什么药品 会影响到你的口水 这一类基本上来说都是要考虑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就说 为什么天底下的猪牙会那么多 因为通常在矿化的程度会非常非常的慢 去矿化的程度要快很多 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往猪牙的方向去前进 那以内帽表面重复性的脱钙 那它的钙化组织就会被破坏 那等到它钙化组织被破坏掉呢 之后就会有一个cavitation 就是有个洞 那这个洞呢 就会把里面的dentine给曝露出来 那dentine再重复刚刚的脱钙再矿化 脱钙再矿化的结果呢 那导致dentine本身也遭受到严重的脱钙 那dentine操作到严重的脱钙之后呢 它的protein的matrix 也就是说它的胶原蛋白的部分就被曝露 这时候这些胶原蛋白呢 就会被AMMP 这个是一种那个酵素变性 然后这些胶原蛋白被变性之后呢 就会被AMP 还有被细菌的蛋白也会给degradation掉 然后所以呢 它本身有机脂已经去矿化了 无机脂呢 又再加上被degradation掉之后呢 dentine就又有个洞 然后这个洞就会越来越大 然后就很快的就会到PUP 那病人呢 这时候就要做根管治疗 好 那要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评估一个蛀牙 并不是说看一个病人 这个牙齿这边有蛀牙 就去补上就可以了 我们除了考虑传统的 就是说too stable 就是这边有蛀牙这边去补 那边有蛀牙那边去补 把它补好之外呢 我们还要考虑整个pation的label 包括pation的饮食习惯是什么 或是pation喜欢的生理状况怎么样 然后是不是有什么 会造成其他容易蛀牙的因素 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所以光只是补助牙基本上 它没办法解决caris的过程 你必须要去找出它的原因 评估它的危险性 一些危险因素 那这个图呢 基本上来说 它大概讲就是 这些饮食怎么影响到你的biofins 你的牙菌斑 还有你牙齿表面的后果 那通常在我们 因为我们人绝对是 跟细菌绝对是共存的 无论在口腔里面 或在肠道里面 所以如果今天有两个人 第一个人 他不是很喜欢吃甜食 他吃得非常的健康 他只有偶尔食用一些 可发酵的碳水化合物 这时候他嘴巴里面的牙齿 基本上来说 就是比较健康的牙齿 就是他的嘴巴里面的 他嘴巴里面的细菌 就比较不会那么喜欢产生酸 所以就是说 就比较不会造成钻石的现象 所以他基本上来说 他的嘴巴里面 酸性的状况比较少的话 他就比较不会煮 有一天 这个人可能 举个例子 他就是因为口味的变化 或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他开始有一点喜欢吃甜的 他开始会开始吃小饼干了 小饼干基本上有糖 有面粉 有这些发酵类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他这时候嘴巴里面的菌种 就会改变 就不再是原来 比较不产生酸的菌种 就比较会是产酸的菌种 那这些产酸的菌种 基本上来说 他就是 就会开始 慢慢进行有这些酸食的作用 然后 这个人可能 过一段时间 过几年 他有改变了 他可能就是 举个例子来说 他可能就去工作了 然后每天都喝下午茶 然后很忙 所以每天都一杯珍奶 或是一杯 柠檬绿 这一类的 或是多多绿 那像这一类 它的 摄取的糖类会更高 那摄取的糖类会更高 换句话说 嘴巴里面的 细菌 就会更往产酸的方向去走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变成说 嘴巴里面这时候的 pH值大概都是酸的 然后 细菌是 为了 然后可以适应的细菌 存活下来的 基本上也是 比较能够产酸的 所以相对来说 这时候嘴巴里面的 酸性度就会增高 然后牙齿就比较容易 呃 碳水化合物更容易被酸死 或者牙齿更容易被酸死 更容易有cavitation的现象 所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那如果比较不吃甜的时候 这时候 牙齿的酸性度 没那么高的话 他可能蛀牙的胃 蛀牙速度就会比较慢 甚至是 arrest 但是如果他今天吃了一个 就是饮食习惯 慢慢从 往甜的方向走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 他就会开始 一日千里的往蛀牙的方向走 然后就会开始有非常严重的注意 所以 并不是每个人的 他的那个出生到后面的 他的 Oroforora的酸性肚肉一样 事实上会根据 他吃的东西而改变 所以 事实上 我们的嘴巴里面 即使就是像现在 你或许是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slide 然后 或者是 一边睡觉一边看slide 无论是什么情况 你的嘴巴永远在做两种抗争 一种就是 避免你蛀牙的partitative factor 另外一个就是 促进你蛀牙的partitative factor 然后这个partitative factor包括什么 包括你的口水多不多 你口水的容量 你有没有含佛牙膏 然后有没有好好的刷牙 然后有没有就是说 好好圆圆牙线 保持好的口腔 如果有的话 基本上天品就是比较往remuralize 或者是没有caris的方向走 可是相对来说 有的病人他可能喜欢吃酸的 或者是说他喜欢吃甜的东西 然后他的口水可能比较少一点 然后常常吃一些点心 真奶蛋糕饼干之类的 或者是没有好好刷干净 他就是会往蛀牙的方向走 然后天品的两端 就会在那边上上下下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包括就牙齿本身的角度 来看caris这件事情 还有就一个人的整体 来看caris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要以medical的mode 也就是以人整体的状况 来处理牙齿 蛀牙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从几个方式去看 第一个 如果在治疗方面的话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增加病人 对这种智取齿性牙菌般的抵抗力 怎么增加呢 像说就是要改善他的biofine 那怎么改善呢 就是像刚刚讲的 可能甜食要少吃 或吃的次数要变少 那不要喝含糖的饮料 然后想办法让biofine的pH4增加 减少吃这些发酵的 就是精致糖的东西 还有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含佛或使用 含佛牙膏或涂佛的方式 来增加它的 再矿化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清洁 还有用加强佛化物的方式 来让已经蛀牙或正在进行的 caric legion arrest 蛀 然后还有就是说 已经有动的就是要赶快把它补起来 那做完处理之后不是就没事了 我们必须要就是说 评估一下病人的生活饮食的状况 然后另外就是说定期回诊 然后定期跟他做口腔教育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呢就是要定期 可能每三个月到六个月 就要请病人回来一次 然后检查他有没有新的 那个蛀牙的legion 然后看他的legion的 那个activity怎么样 还有就是说 评估一下说他的蛀牙 如果现在有的话 他的进行的速度会不会很快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 治疗caric的计划 好那这就是临床上常见的 这个就是一个caris legion 然后已经有洞了 那上面里面 而且里面已经住到那个dentine了 那甚至非常靠近牙神经 那我们看到说 其实这边都有一些黑黑的dentine的部分 这个基本上都是caris的部分 那这个是一个临床照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像这些地方 这一些地方 还有这些地方 它很多地方呢 这种地方都是已经有补过restoration 那旁边又有caris 像这一类的caris 所以这个病人 其实看起来就知道说 他的oral开菌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那像这种caris 已经补过了牙齿 旁边有caris 这种就叫secondary caris 所以我们以下要来讲一下一些caris的定义 还有专有名词的解释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些那个名词解释 那caris legion就是有洞 就是一个牙齿然后去控化的过程 到最后洞这样子 那smooth surface caris 就是在smooth surface上的caris 那在pitt and facial的caris 叫pitt and facial caris 在cluso caris 就叫cluso caris 在missile或dictal的caris 就叫proximal caris 那如果只有在enamo部分 他还没有穿透到dentine的话呢 基本上就叫enamo caris 那如果在已经穿透到dentine 就叫dentine caris 那如果在crown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叫chronal caris 那如果已经到root 就叫group caris 那primary caris 就是一个新的注牙 他之前都没有注 就是一个新注牙 那secondary caris 那secondary caris 就是说 他这个注牙 可能以前有补过了 旁边在注 或者是他有上过功夫 体验补计 或是有出过假牙 但是旁边在注了 这个叫做secondary caris 那recidial caris 那recidial caris 就是说 当挖注牙的时候 没有挖干净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 残余的caris 叫recidial caris 那cavitation的caris legion 就是有洞 有洞的caris 那initial caris 那initial caris 就是说 initial caris 基本上来说 跟initial caris 有点类似 那基本上来说 他只是表面去矿化 但是他还没有动 表面看起来是smooth的 那只是就是说 他表面可能就是 看起来就是会白白 像白斑这样子 这个叫做initial caris 可以看到靠近pup的三分之一的部分的denting 这个叫做中等的caris 那如果dig caris呢 就是这个caris 已经非常非常的靠近pup了 已经进到 靠近pup的三分之一的denting的部分了 那active caris 可能就是他受到良好的照顾 好好有刷牙 有用牙线 然后有饮水加佛 或是说就是有好好的去清理它 所以caris caris到一半 他就没有能量的来源 他就停住了 这个叫arista caris 那另外有一个比较惨的remin caris 它就是猛爆性的蛀牙 猛爆性的蛀牙就是像小孩子 因为乳牙的钙化程度已经比较不好了 那小朋友小婴儿子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抱着奶瓶喝奶 喝奶之后喝一喝就睡着了 那他牙齿表面都是一些牛奶的这些东西 里面有含有乳糖 那这些乳糖就会跟牙齿里 嘴巴里面的细菌进行交互作用 然后这些细菌就会代谢这些乳糖 然后就会造成牙齿的脱钙 就会caris 那因为这种caris 通常就是非常一发不可收拾心火疗原 这个叫做remin caris 那有的是做口腔癌的 口腔癌或者是鼻咽癌的放射线治疗 嘴巴鼻咽口血很少 所以它一注也是非常的快 就像这种就叫remin caris 那另外有一个叫做scherotic denting 那scherotic denting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到 因为受到caris 或者是冷热等因素造成牙髓的刺激 然后就会产生修复性的牙本质 reparal denting 或reactive denting scherotic denting 就是其中一种reparal denting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讲 因为它基本上来说它受到的刺激比较小 大概都是像年龄或者是说有轻微的 一点点蛀芽的这种轻微的刺激所产生的 那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它会受刺激而产生钙化 那这些钙化呢它就会产生一些小小细细的结晶 这些结晶呢就会塞在intratubral 还有intratubral denting里面 那就会造成牙本质小管本身被塞住 然后它附近的那个牙本质小管间的牙本质 钙化特别的硬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处理牙齿表面 就是像我们之前讲要填补之前要se atrin 要bonding se atrin跟bonding的效果就不会很好 那不会很好的话补的东西就常常掉 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在 现在在以那个bonding为主的牙医学来说 scarotic denting算是一个比较不好处理的事情 那它通常颜色是比较深的且是比较硬的 那还有一个litheral denting 那这个litheral denting就是像 顾饼丝就像皮革或者这样一层一层的 那通常来说这个我们就是 就是临床上在拿注牙的时候呢 我们用那个比较尖锐的 spoon type excavator 也就是用小汤匙去刮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有点软但是不是很软 不是像那个哥哥那种软 就是它就是它是有点韧度的 但是就是说你一刮就刮得下来 这种叫做litheral denting 那它通常呢它是介于soft denting和firm denting之间 那soft denting就是它caris蛮严重的 已经是caris整个组织都会被破坏了 所以就是soft的 那这种种情况我们要把它拿干净 那firm的话呢通常都是健康的 或是受到非常小影响的 像scarotic denting这一种 那litheral denting就是它是介于两者之间 那所以就是说是不是要拿干净 这个大概就是要看状况 通常来说现在会比较认为说 litheral denting呢它算是 那个firm denting的其中一类这样子 好那现在上面讲完一些那个介绍 然后现在我们要讲一下 biofim它所扮演的介绍 那biofim又叫dental polyg 牙菌斑 那它基本上来说它是一个软的 黏着力强的薄膜里基在牙齿的表面 然后它是由细菌细菌的复产物 细胞外的尖子和水组成 然后会有人误会说它是一个食物残杂粘在牙齿上 并不是哦 它不是食物残杂粘在牙齿上 也不是随机的细菌的集合体 它会在那边是有因缘的 那嘴巴里面发现的微生物呢 很多自然界其他地方都没有 那这个微生物要怎么样存活在嘴巴里面呢 它最主要是黏在表面上的能力 当它黏在牙齿或黏在牙齿上或牙柱上的表面能力越好的话 它可以存活的机率会越高 然后如果就是说它没办法附着在牙齿上里面 它漂浮在口水里面 会因为口水或是吐口水 它可能就会被吞下去会被移除掉了 那并不是每个细胞 每种细菌都可以附着在口腔环境 只有一些特殊种类的细菌 像说链球菌可以附着在口腔环境里面 那嘴巴里面的细菌总共非常非常多 超过700种 那不同的地方 它和Biofilm的组成也不一样 像牙齿上大多都是Stratococcus Sangris和Stratococcus mutis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施翼图 那这个是一个牙齿 把牙齿上面有牙菌斑的部分放大 我们可以看到说牙齿的表面 会有一条一条的雷势线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enamal的生长线 那这个雷势线呢 它基本上来说它在牙齿表面呢 它就会形成一道一道这一种凹陷的地方 这个一系列线性凹陷的地方就是Perikymata 那Perikymata它基本上不是一个像玻璃一样smooth的 它是有一系列的凹痕 然后所以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吃东西的那些食物的那种 就会有一些Aquired pellicle 也就是AP会附着在牙齿表面的Perikymata上 那这个Plague呢它就会长在这个AP上面 然后就会越堆积越多 然后呢如果没有把它刷干净 我们气聚缸附着上的30分钟到1分钟呢 那就是会有一些球状菌呢 它基本上来说就是附在那个Pellicle上面 然后这些Pellicle 然后如果再不刷的话 今天很累所以我不想刷牙 所以我就偷懒一次 那这些Pellicle 这些球菌就会越来越多 就很快就是12到24小时之间 就会整个盖满的球菌 然后如果今天因为某些原因 实在是太懒多了 天气太冷不想刷牙 那这些球菌就不但会增厚 而且会有一些丝状菌在上面 然后又有的人就真的很懒 我就是不刷我怎样就是不刷 或者是它没办法刷干净 那这些四双菌呢 基本上就会开始产生丛零了 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有很多的球菌呢 形成非常厚的层 那这些四双菌甚至会形成一些些菌 然后如果真的太久没有刷 或者是刷不到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像说取个历史 它根本没办法刷牙 又没有办法刷牙的话 那这些菌菌基本上它就会裂掉 就会从中间裂掉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吞下去 或者是被吐出来这一类的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Pellicle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P就是Pellicle 也就是说牙幼质表面的一些构造 那如果像说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 把这个部分放大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说 算看起来好像好好的表面上没有住 但是事实上如果把牙菌 拿掉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表面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小小的被影响了 就是有一些Punch out 好像有点被打一拳一拳的样子 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 已经有点在脱盖的初期了 那成熟的Biofin 它有代谢的潜力 可以用碳水化合物进行无氧的代谢 那你说一 你要让我们修说 那这样子Biofin 是不是有特殊的一些菌种或菌弱 或是什么特征 基本上你要把它给统一化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细菌的殉种 那举个例子来说 像说CROWN的Pit and Facial 它基本上就是链球菌 那如果是Root的部分 它大概就是丝状菌或螺旋菌 那如果是Facial或Lingua的Smooth Surface 它就是各种不同的Biofin的族群 那如果是Molar的Mysil的近心端呢 基本上就是链球菌、乳酸菌 这些细菌都是容易可与死的 那远心端的话呢 基本上比较不容易产生细菌 但是不好说啊 其实临床上还是很多病人 就是Molar的远心端不好说 或还是出问题的 那就算把牙齿表面清得很干净 两小时之内 因为我们口水里面的构造 所以口水里面它的成分 基本上来说 就会产生Pelicle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AP那个部分 就会开始堆积 那为什么会 那如果这样子 是不是口水里面没有 这个成分不会堆积就很好了 那为什么它要有一些成分 可以来形成Pelicle呢 最主要来说 这些Pelicle是有很大的作用 首先第一个它的作用 就是要可以保护Nemo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光滑的表面 所以它可以减轻牙齿跟牙齿 中间的那个摩擦力 那它口水里面 本身有一些矿化的成分 所以它也可以提供成分 来让那个 有一些可能脱盖的Nemo 进行再矿化的作用 所以这些Pelicle不是看起来 好像只是胃牙齿蛮存在不适 它本身其实是有很多的功用的 那今天如果有一个病人 我们今天如果有三个人 第一个是绿色的人 绿色的人他过得 假设他是一个MBA的选手好了 他过得非常的健康 他每天就是吃沙拉跟吃蛋白质 然后他不太吃碳水化合物 他不太吃面包甜点 他吃的碳水化合物可能都是 或者是炸凉面包 或者是那个 就是这些东西 全卖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它 可以提供给细菌 产生这些 那个 发酵作用的能源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这些酸性的细菌 他基本上来说 他就不喜欢呆在他嘴巴里面 所以他就算呆在他的嘴巴里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吃 所以他 这些细菌就比较 他嘴巴里面的细菌 就比较没办法代谢这些 碳水化合物形成有基酸 所以他嘴巴里面的酸性环境 相对来说 pH值就会比较高 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酸性 那今天如果一个平凡人 他基本上来说 他假设不太容易 不太喜欢吃点心或下午茶 但是他会吃饭 他会吃面 稍微比较精致一点的东西 那他基本上吃完饭之后 或吃完面之后 他的pH值就会开始下降 但是因为他不会吃很多甜点 所以他虽然有开始下降 不过没关系 他不会下降到很夸张 然后大概二十几分钟 三十分钟 他pH值又回到原来的状况了 所以他细菌会不会有机会代谢 他细菌是有机会代谢的 但是相对来说 细菌代谢的时候呢 他的时间比较短 因为他可以 他可以提供的粮食 基本上也不太多 可以提供作为 发表的碳水化合物也不太多 所以就是说 他虽然嘴巴里面 会产生酸性 但不会很久 但是今天如果第三个人 他就是每天一瓶 每天一瓶 一杯 一杯 珍奶 或者是一杯 水药饮 然后我又吃一下 那个甜点 然后或者是蛋糕的话 基本上来说 因为他嘴巴里面 可以当成食物的碳水化合物 可发酵的碳水化合物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细菌就很高兴 就一天到晚 代谢这些碳水化合物产酸 所以他的嘴巴基本上来说 在酸性里面 环境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他就很容易注意 那我们要记得 pH值5.5到5到5.5 Enamo就开始去光化了 那pH值6.2以上 等级就开始去光化了 那如果像说 我今天喝一次 我喝一次养乐多 养乐多很甜 我喝一次养乐多 基本上我嘴巴里面 pH值会下降多久 他基本上来说 可以下降到一小时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长 那我们比较 另外我们比较两个人 一个人他可能就是 每天吃三餐 不吃点心或下午茶的 他一天 掉到pH值5.5下的时间 就只有三个时间点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个人他助养脊髓就比较少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人 他早上吃了东西之后 他又吃个上午茶 像英国人一样 吃了上午茶之后 又吃中餐 吃了中餐之后 又吃个甜点 甜点吃完又喝个饮料 喝个饮料 过一阵子又吃个水果 吃个水果完又吃个下午茶 吃个下午茶又喝了一杯饮料 然后又吃了小饼干 然后就吃了正餐 吃了正餐之后 吃个宵夜 然后到睡前 就是还可能 再吃个小饼干 他吃了非常多餐 而且又有很多碳水化合物 所以他的嘴巴里面的pH值 在低于5.5的机会非常多 所以很显而易见 这个人就是比较不会猪牙 这个人就是比较会猪牙 接着我们要讲一下 让你猪牙的牙齿 那比较常见的话 基本上来说就是 如果没有Karis的牙齿 他比较常见的是 Stratococcus Sangris 那如果是Enamel Karis Enamel Karis Enamel Karis 跟Dentine Karis 在Chrome部分的Karis 大概都是Stratococcus Mutants 然后他们都是Aerobic的 然后pH值 叫在酸性的部分 那Dentine Karis 除了Stratococcus Mutants 还有可能就是乳酸菌 那如果在rute部分 它大概就是放射性菌 菌种比较多 那哪边容易可以看到 这些自取齿的Karis 首先第一个就是pH值 那如果是Smooth Surface 通常来说就是在contact area 到菌取瓦的这一段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contact point 以下 然后菌取瓦以上 这样子 那另外 比较常见的就是Rute Karis 尤其是靠近Cervical line 的地方 还有一些呢 就是它是在sub菌取瓦的部分 那病人比较不好清或清不到 这些也容易有自取齿性的Karis 好 那PIT & Fisio 它本身非常尖非常细 刷牙其实不太能够刷到 所以它可以提供微生物良好的屏障 那比较常见就是Stratococcus的Syncris 然后如果是没有注牙 大概就是Stratococcus的Syncris 那如果有注牙 大概就是Stratococcus的Mutans 那当Stratococcus的Mutans 越多的话呢 那就是越容易注 越少就越不容易注 那我们可以用PIT & Fisio C 来预防一下注牙 但是PIT & Fisio C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捧面图 事实上来说我们可以发现说 如果你的PIT & Fisio C 是A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BCD大概这种 如果细菌跑进去的话 你要清击忽视不可能 所以会有人就是把它给填平 做沟缝填补剂来填平 那如果是Smooth Surface呢 通常比较常见就是在Content Area到Gingiva 这个部分 这部分的Biofin會比较多 那也比较容易注牙 尤其是台湾用牙线的人 的习惯的人 其实不多 用牙线刷牙线的人 其实不多 再加上如果它没有刷牙的话 它的PLAG 它的牙菌斑可能就从 可能这边没刷干净 这边有牙菌斑 然后这边没有用牙线清 也没有牙菌斑 然后很快这边就会连成一线 就会这样子变成一个牙菌斑 把它连在一起 这样 然后要么就是变成牙结石 要么就是变成一圈的蛀牙 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PIT and Feature Carries的进程 首先 在刚开始的话 这时候S光片大概是找不出来的 然后 它在Feature的地方呢 有出现一些起始的病造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用这种 大家大概都是买这种牛角探针 那牛角探针 基本上来说 它是一个很尖锐的头 所以如果这时候 你用力用这个牛角探针去戳的话 你可能会把上面的 这些剩余的 enamel 轻薄的假象给戳坏 所以然后就是 洞就变大 然后星菌就跑进去 越来越快 然后越蛀越快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这种 就是前面有一个 头的这种探针呢 去detect这样子 比较不会把这个 那个 轻薄的假象给戳破 然后 那 这时 慢慢的蛀牙就出更大了 然后这时候 用力搓 就是真的就会出现 刚刚讲的这种现象 然后蛀牙越蛀越大 然后已经 跑到那个 dentine里面 那 但是在咬河面上 不见得看得出来 有时候看可能会觉得 就是像这样子 有点灰灰的 但事实上 已经蛀很大了 然后 那 越蛀越大的话 就是说它基本上来说 它根本就是 里面已经是一个大洞了 这时候 如果 病人一咬一个什么 比较硬的东西 上面的enamal 没有支撑enamal 就会裂掉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洞 然后病人就会跟你说 啊 我吃什么东西啊 之类的一个洞 这样子 所以 那刚开始的话 可能 很有可能看起来都是完整的 但事实上 它里面已经住了洞了 那 Dental 这种 Clusal Caries 可以用咬医片去侦测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A跟B呢 基本上来说 这时候还有一些些的 PT&VCN在 然后 在吃东西的过程中 或者是某些过程中 那这个病人的PT&VCN 基本上掉了 那掉了五年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它这边的Clusal Cariesel 就变大了 然后这边就很明显的是 那个 Radial Lucence 也就是说 光片看起来就是黑黑 有阴影的样子 那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时候可能 从肉眼表面上来看 就是它表面还是完整的 所以事实上 我们应该是 这个 来检查的病人呢 要照一张这种咬医片 这个叫Bind Wing 然后来确认一下牙齿跟牙齿中间 还有就是说 Acusal Facial下面呢 是不是有Clusal Cariesel的存在 那除了Acusal Surface以外 那第二容易蛀牙的地方 是Smooth Surface 那这些Smooth Surface呢 通常是 临阶面 就是Misal或者Disco 跟临阶牙相邻的面 那尤其是Contact以下 到Papeta的地方 到Gingiva的地方 基本上来说 这些地方是比较容易住的 那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说Biofine基本上来说 是住牙的前少区 换句话说 有Biofine的地方就容易住 那如果没有Biofine的地方 基本上来说 它就不会住牙 那Biofine的位置 还有它的情况 会跟什么有关系呢 包括牙齿表面的几何形状 然后牙齿 Gingiolapapilla的Size 还有形状 还有就是病人的Oral High菌好不好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Biofine的状况 这个是从A到D 就是住牙的眼睛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 像A刚开始脱钙的时候 在临床上 还有在S光片上 其实你很难看得到 然后它是在Counter Area正向开始发展 那如果这时候你一定要检查的话 通常来说 我们会用那个3way 把那个牙齿上的Gingiva给吹干 这样子比较容易看 那当S光片 你照Biofine咬异片的时候 看得到 零牙跟零牙中间的那种 黑黑虚虚的地方 就是Radiolucent的地方 基本上来说 大概已经住到这个程度了 那这时候牙柚子的表面 可能还是顽桃如初 那但是就是说 事实上它可能已经住到第一针以下了 这样子 然后在A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有发现的话 我们可以跟病人解释 然后请他好好的用牙线清洁 用含佛牙膏 然后固定每三个月到六个月来发楼的话 A是有机会Arist到这边的 但是从B以后呢 基本上来说 需要就是把它挖开来补起来的 几率就会大非常的多 那B有没有机会 就是说在 就是图佛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但是相对来说 它的条件就比A还不利一点 那在C这种情况下 它已经有动 有动的话 你图什么图佛都没有用 就是要用那个 外科的手法 就是介入把蛛牙给挖掉 然后再填补起来 这样子 那像 这时候D的话呢 基本上来 那你在戳的时候 小心就是不要太用力戳 太用力戳 你把表面的这个粒菌 要是动给变大的话 会更不好清 会更 蛛牙动 速度会更快 更快 那像D这种情况下呢 它已经筑太大了 所以就是说要赶快补 不然就是说 它很快就会进入到 然后那个牙齿一掐 然后就会变成 就是要做根管治疗 好 那我们可以呢 从S光片看到说 这个地方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然后但是它牙齿表面是完整的 那因为这两颗牙齿 contact很紧 所以我们放个橡皮圈 矫正用的橡皮圈 把这两个牙齿稍微分开一点 那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说 两个牙齿分开了 就很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 在Rio的Misio 这边事实上是有Karis的 所以我们很常遇到就是说 它Prosimo是完整 或者是我们很难 detect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 依靠S光片 尤其是咬翼片 来确认一下牙齿跟牙齿 之间助牙的状况 好 那第三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就是牙齿的地方 那个是Root Keris 那Root Keris呢 基本上它是靠近CEJ的部位 那比较常见是在年长的病人 年纪大的病人 或是有复杂的身体状况的病人 举个例子来说 它可能就是 DISABLE 行动没办法那么方便的病人 或者是说 它可能就是 呃 在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 系统性疾病的病人 还有口腔卫生不好的病人 那病人年纪越大呢 他的口水的量会变少 而且因为他刷牙 他没办法好好的刷牙 没办法做好精细的动作 所以刷牙的清洁效果会变差 那 这时候你可以建议病人 就是用电动牙刷 然后Root Keris 基本上会有几个警讯 这个是临床上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个Root的表面 他没有像ENAMO那么硬 所以他就是 助牙会非常快 那第二个 Root Keris 通常是没有感觉的 他很多病人 他可能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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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挖一挖 他都已经到POP了 到已经到牙神经了 但是没感觉 然后他比KROM的KERIS Root Keris更容易 Evolve到POP 然后另外Root 是非常 KERIS是非常不好补的 所以Root Keris 是一个临床上 并没有那么好处理的 一个治疗 疾病干治疗 那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 维持病人的Oral Hydrogen 举个例子来说 病人如果手脚 没办法做那么精细的动作 我们就跟他说 那你就是好用电动牙刷 或者是请照顾的人 帮他清洁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那个Biofin 牙齿表面Biofin 会变少 而且就是说 Enamo表面也会比较干净一点 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好好的清理Biofin 并不是像吃抗生素那样 把细菌给杀掉 我们只是移除细菌 移除牙菌斑 从牙齿表面移除牙菌斑 让他不会留在上面 这样子他没办法去代谢 这些淡水化合物就比较不会助牙 那我们人嘴巴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制 这个机制基本上来说可以防止注意 这个就是萨莱巴 那萨莱巴呢 基本上来说它有非常多的作用 它是一个自然的抗取齿的一个试剂 然后 但是萨莱巴要可以抗Karis的话 它的量要够多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药品呢 会引起萨莱巴的分泌的量不足 那最后就导致Karis的risk会增加 那另外来说 在头颈部 像说鼻咽来 或者是口腔癌的病人呢 基本上来说 他们接受那个Radioceraphy之后 他们口水也会变少 他们Karis也会增加很快 或者是有一些免疫方面的疾病的病人呢 他基本上来说他有口干症 那这个口干症就会造成那个 这个萨莱巴的线体 唾液线呢 它会变成比较纤维化 那就比较不容易 分泌出唾液 然后就会更容易造成助压 那萨莱巴保护的机制有几个 包括就是说 清洁那个Bacteria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抗Bacteria的成分 然后它是一个缓冲液 还有就是说 它里面的成分 可以让牙齿去矿化的牙齿 再矿化 那有哪些药物可能会引起病人嘴巴口水比较干呢 有一些包括就是说一些抗忧郁症的药 然后抗胆碱剂 它最主要来说是要抑制副小感神经的 或者是有一些拟消感神经的这一类做药物 或者是像说一些H2的antagonist 或者是这些药物呢 基本上来说 都有可能会引起病人口水变少的状况 那萨莱巴呢 基本上来说 它有一个清除细菌的作用 那它正常的成年人呢 每天会制造1到1.5升的萨莱巴 那萨莱巴基本上来说 就会有萨莱巴浮漏 那这些浮漏呢 它就会清除所有没有 黏着到牙齿的牙齿跟黏膜上的所有的细菌和微生物 然后如果像说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像我们吃东西多咬几下 口水的分泌就会增加 那萨莱巴浮漏的作用就会增强 然后另外来说的话 当你萨莱巴浮漏变多的时候呢 它就会冲淡 它就有buffer的作用 它可以冲淡那个细菌 产生代谢物的酸性物质 所以让嘴巴里面的酸性不会那么的强 所以就比较容易 就比较不会助养 那另外来说呢 它本身有一些成分 包括溶解酵素或者是一些酵素 然后鲁铁蛋白 凝极素这些 基本上来说 它都是有抗菌活性的 所以就是都有直接的抗菌的作用 但是这不是萨莱巴抗取齿的重要机制 这只是附带的 那我们的唾液 在预防取齿上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它的buffer的能力 那它buffer能力强不强 最主要是由碳酸氢根的浓度来决定的 那如果碳酸氢根越多的话 它buffer能力就越强 那反肢就越弱 然后最主要来说 脱衣里面是一个钙磷酸根离子的过饱和溶液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过饱和溶液 那这些过饱和溶液的 它就可以就是说促进嘴巴里面去矿化的部分 牙齿上面去矿化的部分 再矿化的状况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脱衣蛋白 那脱衣蛋白它可以帮助稳定钙磷酸根离子在牙齿表面上 然后进行再矿化的作用